午后祈福大典上 巫师双手高举 口中念念有词 话音一落 风起云涌 云中腾出一条金龙 金龙现世 天赐祥瑞 百观皆探神奇 然而金龙后方的云层中 似乎还有其他的巨物 两只巨眼望着金龙 金龙瞬间化成灰烬 众人一阵惊慌 只见云中飞出一颗巨形罗刹头 大喊了一声猪 显然这颗头是冲着午后来的 将军盲命将士 齐发百箭 然而伤不到罗刹分好 罗刹震怒 只见他嘴里伸出六根巨蛇 脚的文武百观死伤无数 腰法乱象 天法武灭 众人十分惊惧 而此时午后临危不乱 怒目与罗刹对视 不一会儿那罗刹竟消失了 此事未了又相继出现命案 且死者皆为朝廷中人 为了查清此事 午后命大理寺第一探案高手 敌人杰彻查 敌人杰根本不信什么鬼神 他断定祈福之乱 只是为了制造恐慌 他匆忙赶到祈福台 脑中顿生 当晚景象 死者全部双目赤黄 犹如野兽 这分明就是死于奇门艺术 懂得奇门艺术的人要属当朝国师第一 敌人杰立马去找国师解密 国师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 轻刻间乌云密布 罗刹竟然再次出现 国师招出神龙和罗刹对质 可惜在罗刹面前 犹如躺臂当车 竟被罗刹生生地拽进了大嘴 罗刹转而朝着国师大吼 瞬间国师脸上出现红斑 轻刻之间化成了灰飞 国师一死线索断了 敌人杰只好从尸首入手 却发现尸体伤口竟长出某种鳞甲 为弄清其中的门道 敌人杰想起一个人 他将一坛酒洒在地上 出来吧 喝酒咯 话音刚落 一具棺材打开了 从里面探出一只手 部下眼见诈尸十分惊骇 敌人杰却镇定如初 原来这人并没有死 而是大唐第一武座鬼佬 因故藏匿在关中 鬼佬看着林甲 道出一桩往事 显庆五年 他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奈川河中 飘下数百具 身穿战甲的尸骨 尸身上不仅长有林甲 甚至还有虎毛和兽爪 他将此事上报朝廷 却被午后贬为首尸人 说到奈川河 敌人杰想起国师之徒小婉 在小婉的带领下 众人前往奈川河北明幽都 上岸之后 进入一神秘石洞 洞中两路 全是骨骸 竟然还有一具人骨 长着羊头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难道真是妖孽作祟 众人疑惑继续朝礼 发现了一张羊皮卷纸 上面记载着 洗髓皆骨术 这是乌桑国的秘书 不知为何流落至此 而此时 凭空出现一股怪力 袭击众人 冒出几名 长着瘦手人身的怪人 狄人杰与长着狐狸眼的 红衣女交手 抗龙俭 缠住红灵一阵 红衣女败下阵来 后退消失了 就在此时 一名将军 挥刀砍向眼前石壁 眼看石洞 即将坍塌 众人赶忙顺水 逃了出去 然而将军和小婉 被埋在石洞 此时天生异象 灾祸将行 狄人杰等人 连忙赶回洛阳 却见菩萨萨满 大行其道 百姓跪立两旁 哀气求救 回到停尸房 先前泡在水中的鳞甲 不翼而飞 敌人杰却发现 这鳞甲不是消失 而是在浸泡之后 变得透明了 突然天降一雾 袭向敌人杰 敌人杰匆忙闪躲 追击出去 发现袭击他的 竟是一只 身披变色鳞甲的蜥蜴人 敌人杰与他几番交手 被引到屋内 却看到了 此前被掩埋 煽动的将军 将军垂头青面 分明是子去多时的样子 却开口与他对话 劝他及时收手 之后将军便化为了灰烬 子壮和国师一样 案件再次胶着起来 敌人杰欲求见武后 可武后对他始终避而不见 还准备在第二日 重操祈福大典 敌人杰心烦意乱 回想起此前发生的种种事迹 国师临死前 话中有话 鬼老因为此案遭受牵连 死去的将军 也劝他及时收手 还有那洞中的兽手 人身骨骸 究竟是有妖作祟 还是人在作乱呢 敌人杰沉气 梳理线索 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此日武后重启 祈福大典 飞头罗刹 果真再次出现 张开锯口 肆意作乱 突然一只巨手 出现在后方 击落了罗刹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天上竟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敌人结人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预知其中详情 还得大家亲自去电影中寻找